今年这个纯石湖花期特别长 从三个多月之前就开始开花 那会儿是秋季 花到现在一直就没停 而且还在长新的花苞 它之所以会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跟今年的气候有关系吧 最大的不同就是雨下的特别多 可能充足的雨水让它觉得 它有能力多开一些花吧 所以从秋季冬季一直能开到春季 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也跟这棵已经长得比较大有些关系 用这棵的枝条育着苗 现在也有已经长大可以开花的 那些的表现还比较正常 现在是冬末正在长花苞 比如说这棵 可能还是不如那个大吧 所以正常的春季开花 比较大的这棵花期是非常的长 从秋季历经整个冬季一直开到春季 但这么一来就不容易有爆花的效果了 因为花都分散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开嘛 现在是冬末马上春季了 下面已经开始长新的芽 这些芽长成之后是明年开花的茎 上面呢也还在长新的花苞继续开花 我还有几棵其他花色的春世糊 它们目前正在长花苞 应该会在春季正常开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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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